台北市内合唱团诗篇交响曲《音乐意境之旅》记者陈玉勋,台北报道继2018年的首部制作《红红夫人的异想世界》奇车斯特诗篇后,台北市内合唱团将于2020年1月4日于台北国家音乐厅演出Stravinsky诗篇交响曲,体验西班牙巴斯克,委内瑞拉与印度地区的民族风情,以及史特拉问斯基融合东正教, 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宗教作品,宛如游走一趟音乐意境之旅 《红红夫人的异想世界》Stravinsky诗篇交响曲将于2020年1月4日在国家音乐厅登场 图为今年新竹市文化局演艺厅演出照 台北市内合唱团提供,台北市内合唱团去年开启《红红夫人的异想世界》系列制作,精选当代筷制人口的合唱作品,以及由大编制管弦乐合唱曲改编的室内乐版本 齐彻斯特诗篇演唱拉脱维亚作曲家艾逊瓦,澳洲作曲家史坦霍普,英国作曲家切尔考特合唱作品 曲目安排充分表现人类对宇宙自然、神灵的寄托之情与崇敬之意 陈云红期望如实表现出作曲家的真正精神,让观众听到好的经典作品 台北市内合唱团提供,艺术总监兼指挥陈云红表示,台北市内合唱团具有两大特色,意为任何艺术呈现都是 走向精致性,为的是要获得台湾与国际合唱界的认同,另外是不断创新,让观众在音乐里头发现新的感受 此次音乐会上半场将带来作曲家布斯托、阁劳以及与印度风格密不可分的作曲家史伯利 陈云红表示,出生于西班牙的布斯托,其创作风格极为简洁,作品带有民族色彩 例如此次演出的《伟大的奥秘》,除了简约曲风,也能感受到至深教堂中的虔诚氛围 出生于加泰隆尼亚的作曲家格劳,音乐中注入了鲜明的委内瑞拉民族特征 同时融合了其他国家文化之影响,使伯利作品与我共舞 德威亚旺提则是充满了印度乐舞般的动态美 下半场带来俄国作曲家史特拉问斯基的作品,其中诗篇交响曲《更将原四部混声》 合唱及室内管弦乐团的编制,改编为以合唱、钢琴、手风琴、打击的版本演出 陈云红指出,此次音乐会包含了民族风情的热情奔放,以及寒冷的和声与会,强烈的对比为演出增添了不同色彩 当下两厅院售票 已经加好友了,谢谢欢迎加入自由娱乐按个赞心情好已经按赞了,谢谢 谢谢